在人际交往的世界里,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与人为善,互相帮助,分享是一种美德,然而,不是别人分享的就都值得接受,尤其是旧衣物。你可能会说,穿一两件亲朋好友送来的旧衣服有什么大不了的? 接下来,我来为大家分析分析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卫生健康问题,穿别人的旧衣服,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卫生问题,毕竟衣服紧贴着皮肤,难免会残留上一任主人的汗液,皮屑等等,尤其是那些棉,羊毛材质的,容易藏有各种污渍和意味,尽管经过多次清洗,某些细菌和真菌仍有可能残留。 我有个朋友,就曾因为贪便宜买了一双别人穿过的鞋,不幸换上了族衣,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他都备受煎熬,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进行治疗,日常起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,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,穿着别人的衣服,可能意味着无意识地接受了他人的健康隐患。 控制感缺失,人本主义心理学家Mossel指出,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对于控制感的基本需要,一方面,控制感让个体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,自己的人生发展是可以改变,可以完善的。 另一方面,控制感会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是可控而安全的,而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命运及周围环境的控制,他将变得绝望,无助。 对于那些小时候经常穿别人旧衣服的孩子来说,他们总是被动地接受,没有办法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。 久而久之,他们会感到控制感缺失,觉得连穿什么衣服都无法自己做主,正是由于这种由穿衣带来的被动局面,导致他们很容易养成极度顺从,缺乏主见的性格,结果是在未来的生活中总是唯唯诺诺,消极被动,主观能动性和自信心严重不足,自我价值受损。 有的人可能并不是童年时期不得不穿别人的旧衣服,而是他们自己乐意,他们往往不太看重穿衣打扮,觉得这样既可以省钱,又帮亲戚朋友解决的旧衣服没地方放的困扰,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经常接受别人的旧衣服、旧物品,会在前一末画中让自己成为被施舍的角色。 每当别人有什么旧物需要处置时,马上想到了你,你在别人心中就是一个废品回收站,来者不去,即便亲戚朋友对你并没有什么贬低的看法,长期接受别人的旧衣服穿,会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标准越来越不介意。 这种态度会不断内化到你的潜意识中,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在随便过日子的人,你会变得不愿意去追寻好东西,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低,变得越来越随便,容易妥协,而对于那些由于父母节俭,被迫穿兄弟姐妹就衣服的孩子,也会产生这种类似的心理,因为他们总是穿别人剩下的,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这个家庭的重视,是否被家长关爱,在乎,这个时候。 父母如果没有跟他们解释清楚,心智不够成熟的他们可能会误解父母的用意,他们甚至会怀疑父母偏心,不爱自己,而这种想法会对他们的内心造成巨大打击。 以至于在未来的成长中产生自卑心态,自我价值感受损严重,追求卓越的心理需求,不仅如此,那些由于经济不够充裕,在小时候总是穿别人旧衣服的人,当自己成年有了工作之后,会出现过度补偿心理,表现出对于着装打扮的狂热追求,甚至不惜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这上面,补偿一词。 首先出现于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相关理论中,指个体因自身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致使目的不能达成时,将会改以其他方式来弥补这些缺陷,以减轻内心焦虑,建立起自尊心。 阿德勒认为,每个人天生都有一些自卑感,而这些自卑感使个体产生追求卓越的需要,而为满足个人追求卓越的需求,个体会不借补偿的方式来力求克服心理层面的缺失,这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那些小时候没有穿到新衣服的孩子,往往在成人之后大量买衣服,打扮自己,因为经常穿别人的旧衣服带来的心理缺失感。 当有条件之后,就想通过买买买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当年的遗憾,总的来说,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建议家长尽量不要给孩子穿别人的旧衣服,因为这很可能为孩子带来一些心理缺失感,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。 同样,对于的习惯节约,爱接受亲戚朋友旧衣服的人而言,也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随便,缺乏追求与主动感。 当然,家庭条件实在不好,穿别人的旧衣服也没必要自卑,毕竟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期。 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,心理自卑,爱人一等,因为你穿了别人的旧衣服,无形中你在心理上就输了别人一截,你买不起新衣服,所以就穿人家的旧衣服。 而且,要是被不怀好意的人知道了,到处去乱说,搞得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你穿别人的旧衣服,那么,难免会带来异样的眼光,无情的嘲讽,就会进一步加深你的自卑的心理。 所以,宁可少穿一点,也尽量别穿别人的旧衣服,容易让家里脏乱差,虽然勤俭节约是美德,但是如果养成了穿别人旧衣服的习惯,什么旧衣服,不管和不合适,都往家里拿。 长次以往,就会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封闭杂乱的空间里,给自己的居住环境和心理都带来不好的影响,变成一个廉价的人,经常接受别人的旧衣服,容易给亲戚朋友带去一种错觉,你是一个喜欢被施舍的人。 以后,但凡人家有什么旧衣物要丢弃的,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你,你就成了亲戚朋友圈子里面的流动废品回收站,长期这样下去,你会对你的生活标准一降再降,潜意识里,你只配穿旧衣服, 不敢去过好日子,这样的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廉价,越来越随便,越来越无底线了。 现在已经不是新三年,就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了,即使生活在困难,穿自己的旧衣服就是了,千万不要去穿别人的旧衣服。 这样才能给自己多攒积一些福分,多保自己平安吉祥,体型尺寸不合,即使是同样尺码的衣服,在不同人的身上效果也大不相同。 这跟每个人的身体特征有密切关系,我们的身高,体重,身材比例都是独一无二的,而别人的旧衣物,显然是根据前主人的体型来选择的,穿在自己身上,很可能会出现种种不合身的问题,肩宽长短不一,腰间松紧不大,甚至可能会造成身体上的不适。 就比如,你的身高体重和朋友差不多,但大腿比较粗,当你从朋友那里拿来一条裤子,那它显然不适合你,况且,穿着不合身的衣服,不仅会影响个人形象,还可能导致走路不便,甚至会因衣物过紧或过松,造成安全隐患,抑制个性的表达。 衣服不仅仅是保护身体的工具,更是一个人个性和品位的体现,每个人的身形,肤色,喜好都不仅相同,因此,在挑选衣服时,我们往往会选择那些能够突出自己特点,符合个人风格的装扮,一旦盲目地穿上别人的旧衣,可能就会失去原本属于你的个性美。 阿美从小习惯了穿姐姐淘汰下来的衣服,这虽然节省了不少开支,但久而久之,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对她的打扮提出质疑,你的衣服怎么总是很成熟,这和你的气质完全不搭呀。 这无形中就给阿美带来了心理上的负担,也影响到了她的形象,时代在变,跟不上潮流,衣物在某种程度上,就像时间的印记,承载着特定时期的元素。 而那些旧衣服所展现的是早已过时的样式和色彩,很难与当下的流行趋势相匹配,从而影响心情,试想一下,如果你穿着七十年代的喇叭裤和迪斯科风格的衬衫,走在大街上。 那种心底油然而生的违和感与时代落差,会让你显得格格不入,甚至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,就像我的同事爱玲。 她有一次参加聚会,随意选了一件大伯母送来的复古长裙。 虽然复古有时候也算一种时尚,但那次聚会非常正式,由于爱玲的装扮太过出彩,旁人都觉得这有点宣宾夺主。 她自己也感到哪哪都格映,根本没有心情去享受,在当今社会,无论是在表达个性,还是在社会交往中传递信息,好的衣物都能给人以美感和自信而旧衣服,尤其是别人的旧衣服,虽然带有故事和情感,却往往有点差强人意,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,享受干净和舒适。 穿适合自己的新衣,无疑是更明智的选择,记住,衣服不只是为了避体,它也关乎你的健康,个性,形象,选择穿什么,就是选择如何向世界展现真实的自己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